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回到鄉盛雪市 我是Simon 大家今天看到我們的主題 有沒有覺得有少少奇怪呢 我們所知的移民潮 是只在1950至1970年之間 所出現的內地移港潮 而我們先看看什麼是移港潮 再看看和中文大學的傳說 編治姑娘是有什麼關係 時間回到1940年代末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成立 由於在建國之前 內地仍然是有國民黨管治 所以在中國共產黨 脫帝了中國的執政片同時 推行做不同的政策的時候 就有大量國民黨人 或者支持國民黨的群眾逃走了 而追接近內地的一個地方 不是有國民黨 也不是有共產黨管治 但是有共同語言和文化 但是又可以給予戰亂的地方 首當其衝就一定是香港了 從1950年開始 共產黨領導層 就主導了各種不同的政治運動 導致了中國的大量人民 逃離內地 最方便最強的逃難點 當然就是香港了 今天深港邊界 由大鵬灣去到深圳灣一帶 都留下了很多當年走爛者的腳毛 當年甚至有官方文件 人間地獄香港的出現 用來醜化香港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內地居民 用不同的手段偷渡來香港 而這些人當時就叫做逃港者 是逃到香港的意思 當年偷渡來港是被視為重罪的 會被認為是叛國投敵 甚至有人指這群逃港者 是叫做篤櫥和喜鬧 意思就是像象棋的櫥仔一樣 只能夠向前 不能夠後退 沒有去到的了 在歷史文件裡可以看到 其實自1955年開始出現的逃港潮 這些逃港潮總共有四次 分別是1957年 1962年 1972年 以及1979年 總共有56萬人 參與者大多數都是來自 廣東 湖南 湖北 江西 廣西 等等12個省 以及62個市縣 而為何會是這樣 接拍來我們就慢慢看看 究竟當日發生了甚麼事 1949年10月後 那群有頭有面的人 以及軍政官員 開始要做選擇了 究竟是酒還是留 在酒過分裏面 有不少人都不願意去台灣 或者來不及跟蔣介石去台灣 就去了另一個不錯的地方 就是香港了 當時大陸剛好經歷完內戰 政府財政非常之結局 糧食 生活物資的供應都非常緊張 但問題是 去日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 曾經接近一千萬人 還要加上一些山賊 以及一些不願意投靠中共的餘黨 很多都選擇躲在鄉村或山上 但久不久就會有放火事件 以及中共幹部被殺的事件 明顯就是這群躲在國民黨人或山賊所造成 由當時管治者的角度來看 其實會是一個很嚴重影響到自己的管治威信 所以在當時無論是對出手的國民黨人 還是對管治政權來說 這群留下了的國民黨人 或者是不願意服從中共的人來說 就選擇由深圳跑到去羅湖 再有羅湖橋逃到香港了 而事實上在1947年開始 國民政府出現頹勢的時候 已經有一大群大陸難民 慢慢逐點逐點來到香港了 根據一些資料估計 在1947年至1950年之間 逃到來香港的人數多達200萬 另外亦根據香港年報記載 50年代初有再超過75萬人湧入香港 當時在調景嶺和摩星嶺的山頭 出現了很多相連的木屋 而這堆木屋就是這群躲港者所居住的地方 在這群躲港者裡 有來自上海天津的資本家 或是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 有些是躲避土地改革 清匪反霸的地主徒生 更加有很多是一群走爛的老百姓 和國民黨的士兵 有些很出名的人都在這時候來到香港 例如紡織大王唐炳元 南洋沙廠的創辦人黃雲晴 麥粉大王榮氏兄弟 遠東銀行創辦人優德庚等等 就在這時候慢慢來到香港 到了1952年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 中國邊界開始收緊 就在這時候張愛玲也來了香港 甚至到了1957年 內地反右運動開始爆發 大約津人民公社商界出現 在這幫政治運動中 又再次有大量人民逃到香港 包括被號稱為 香港四大財子之一的危康 都在這時候來到香港 在內地發生了大約津 和三反五反運動的時候 正正就是內地人民的困難時期 而在這個時期內 即是大約1959年 廣東出現了最嚴重的飢荒 在1960年 廣東農民實際糧食收益 比往常少了61.25億斤 這個數字是相當於內地 8個月的人口糧食 當年保安院農民 一日平均收入是7毫 但香港農民一日平均收入有70元 相差達到100倍 而在當年更出現了一些很有趣的歌謠 就是辛辛苦苦趕一年 不如對面白婚前 意思就是 不如給白婚前寄封信 給香港的親戚朋友 麻煩他們匯款過來 比辛辛苦苦做一年 當年逃江者主要有 東、中、西三條線來香港 西線是指有人會選擇從蛇口 紅樹林一帶游到深圳灣 中線就是有一幫拿著證明文件 包括假證明文件 既然坐火車和汽車進入深圳 再跨過羅湖一帶來到香港 而東線就是在梅縣和山頭一帶 淘寶來到香港 當然也有一部份人 是從正當的手段來到香港 例如坐火車 而坐火車這個方式 就跟我們往後這個故事 要說的有很重大關係 不過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面對來勢洶洶的逃港潮 港英政府對於來港者的態度 由以前的不承認 但不會採取措施 變成了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因為這群逃港者中 有很多人跟香港市民 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這項政策遭到強烈的反對 根據描述顯示 當時港英政府叫了幾千個軍警 進行拉網式的搜捕 與此同時 大約有10萬香港市民 來到逃港者躲避的小山幽 或者小區裏 為逃港者提供食品和飲用水 幫助到接近2萬個逃港者 潛入市區 兵衛區提供了砌食之所 當中其實有很多香港警員 都不忍心拉這群人 一些警員甚至與逃港者擁抱 和陷入一起 最後大約有1萬個逃港者被捕 港英政府決定將他們遣返 在遣返前一晚 很多香港市民都很關心這件事 更加有香港市民 暗瓦底策劃研究行動 遣返行動開始後 一部又一部的大開逢車 載著偷渡者 緩緩地向北行駛 走到羅湖橋時 突然有幾千名香港人衝出來 很多人隨後就橫過在鳥橋上 阻擋車前進 有人大叫快點跳車 香港人的知識青年 又再一次選擇偷渡來香港 因為文革 很多知青都被發揮到 窮鄉碧讓導體勞動的工作 這群人知道 與其在鄉下做苦力 倒不如博一博來到香港 於是這個時間點 又有一大批青年 由廣東一帶 不顧一切地逃到香港 又有人知道這個時間才是故事發生的時間 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是時候去解釋一下 究竟這個故事是甚麼 根據由中文大學學生部出版委員會 所出版的中大40年書冊中 顯示出一個跟逃港潮差不多時間點的中大靈異故事 話說中文大學在70年代成立的時候 有很多內地人逃到香港 釋防這個時候 不少同胞都會在中大一帶跳車 休息一兩天才再去抵擂 當時已有不少中大學生 會拿食物和衣服去被偷渡下來的同胞 但無意中發現到這件說了這麼多年的鬼故事 更加有人指 在中大裡有一條路的名字 都是由這個故事而來的 據聞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一位留在一條長邊的姑娘 幾經辛苦偷渡來到香港 當她搭上了邊境的巴士 去市區途徑馬尿水一帶的時候 發現前面有警察的路障 於是她在情急之下就決定跳車了 只在她跳車過一剎那 她的旁邊這麼巧卡住在巴士的窗框 頭髮和臉皮都被一次過扯去 導致臉肉血肉濃厚 而這位姑娘仍然一直走 一直走 走呀走呀 就去到中大現在鞭子路的位置 終於頂不住就走了 而在鞭子路正正就是華連堂 至中志堂樓梯之間的游方 第二天警方發現了廝守 清理好事件之後 誰知道某一晚一位男生 走過鞭子路 看到一個長邊姑娘的身影 於是就膽粗粗走上前搭散 但是當這個姑娘轉身之際 面上竟然完全沒有五官 只剩下一塊分不清是血 還是頭髮的臉孔 也有人說 有一晚有個男生路過崇基湖畔 看到一個梳絕邊的姑娘在前面走 背影都挺餓裸多姿的 但是又很好奇 為何爺媽媽會有個女生在這裡走來走去 於是又是這樣走上前搭散 當然那女生起初也無理她 於是她就很大聲地叫了 小仔 姑娘終於轉過頭來問她了 你是不是叫我啊 但是姑娘正面竟然在一條牆邊 馬上嚇到男生雞的走 但是這個版本的故事 就沒有那麼多前因後果了 在香港有很多傳說或者故事 其實都緊構著香港歷史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的美利樓 大城鬼媽媽 以及血染洪水橋 乃至今天我們所說的編子姑娘 或許 這就是當年一班坐在榕樹頭的爸爸 跟大家分享故事 將歷史和疑惑疑真的故事 混在一起 令到更多人有願意 又有興趣地去聽一些香港的歷史故事 其實我們的台都是一樣的 我們說過或者接下來會說的一些靈異故事 其實的重點都不是靈異 反而是想用一些比較有趣或特別的方法 去將一些香港歷史事件說給你知道 這樣學歷史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太悶了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說多些不同的香港大學的歷史 甚至乎說很多他們當中的靈異故事 用來想大家可以在靈異故事裡面 知道各個大學不同的歷史 甚至乎大學的故事 今集我們先用中文大學來開頭 其實中文大學還有很多不同的靈異傳說 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等我們下次講中大歷史的時候 我們再一一講給你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有趣的話 不妨like、share 以及訂閱我們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跟大家講講其他不同的話題 拜拜